有一個真實公案是很特別的 也是近代的 曾經有一位叫做韓居士的人 就來到我們的道場寺院 分享了他念佛的經歷 他現在應該也差不多75-76歲了 他所講的念佛經歷 其實是很不可思議的 他說 他在20多歲的那一年 曾經去幫忙修理河水 因為這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嘛 所以那個時候的人都有自己修路 補合的事情的 只是沒有想到 韓居士拉車拉泥土的時候 這個繩子斷掉 整個土車一不穩 直接砸在他的身上 像一個圖片一樣 各位 你可以想像嗎? 裝這滿滿一車車的泥土車 往背後一砸 要知道人的身體是肉做的 不是鐵做的 所以這樣砸下來 你不死也半條命啊 確實 韓居士只剩下半條命而已 全身變成癱瘓 不能動 是可以預料的 但是沒有想到 他兩個腎臟 我們講的Kidney 也被砸爛了 各位 你們有聽錯 兩個腎臟被砸爛了 就沒了 腎臟不能起作用 可以說那就完蛋了 醫生也說 沒有救了 就送回去吧 各位 你聽到醫生說送回去 等於說就等死了 因為腎臟壞了 就沒有辦法排尿 人沒有辦法排尿 他就會中毒 身體就會腫脹 所以 韓居士全身就腫脹到很嚇人 這時候 當韓居士走投無路 突然就回想起自己小時候 看過爺爺奶奶供奉的佛菩薩 但是過後 他也沒有真的信佛 只是現在沒有辦法了 開始求救佛菩薩 本來可能是好痛啊 現在變成佛菩薩啊 雖然只是幾個字差不多 但是差很多的 因為喊佛菩薩是有加持力的 真的 佛菩薩我們講都是可憐苦難人的 第三天 韓居士甚至夢到佛菩薩來了 但是很特別 佛菩薩就跟韓居士說 你不要再亂喊 你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了 這次你算是重罪情報了 哇 就真的很不可思議 那韓居士從夢當中的疫情哪敢不聽話 所以就開始念南無阿彌陀佛了 不過當時並沒有念佛珠 所以韓居士就拿著玉米 就是玉叔叔 一粒一粒拿下來念佛 哪一粒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哪一粒又再念一聲 就是躺在床上這樣子念佛 其實也是什麼都做不到了 韓居士全身都受傷 不能動 腎臟也壞掉 不能排尿 那還能夠做什麼呢? 現在除了躺在床上 念佛就沒有其他辦法了 那沒有想到 就這樣子一兩天以後 韓居士竟然能夠順利排尿了 各位 我們看 沒有腎臟的人竟然念佛一兩天以後 能夠正常的排尿了 至少身體的毒素可以排出去 不會中毒死了 各位 請問這個能夠解釋嗎? 應該不能解釋啊 怎麼沒有腎臟的人能夠排泄呢? 就念佛 佛力加持 不可思議 得到好處以後 韓居士當然就繼續念佛 就半年以後 身體也不痛了 可以慢慢轉身 爬在地上了 那竟然最後能夠正常的走路了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彎彎駝背的 現在變成可以挺身走路了 那也就是這個圖片 韓居士就示範給我們看 當初 它一開始不能走路的情況 到後來能夠變成跟現在一樣正常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身體一開始是壞掉的 走路的時候 都是彎腰90度的 身體根本不能直立 也被砸壞了嘛 但現在竟然變成跟正常人一樣 直到最後 竟然還可以上班做工了 上班 下地 都沒有問題了 跟正常人沒有兩樣 那真的是太敢阿彌陀佛的加持了 所以韓居士就一直念佛 15年以後 他再次遇到給他治療的醫生檢查 那位醫生還在 也還記得這個韓居士 畢竟這麼嚴重 腎臟被砸爛的案例 我想一般醫生是很難忘記的 就醫生檢查以後 就嚇了一跳 因為韓居士的掃描報告 它現在竟然長出兩個新的腎臟了 腎臟剛才說的 之前被砸爛的 沒了 現在竟然長出兩個新的 雖然說 新長出來比正常的普通的尺寸 這個SI還小一點 但是畢竟還是長出來新的腎臟了 我想說 阿彌陀佛給的再小一點也可以的 哪有什麼問題 是吧 佛加持的腎臟啊 但是 醫生當然就很笑到 就說這是醫學上的奇跡 從來沒有聽過人可以長出新的腎臟的 因為現在有胰子器官啊 但是從來沒有聽過可以長出來新的 對不對? 所以一轉念 醫生就問說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天大事情啊? 天大好事啊? 怎麼會長出新的呢? 韓居士說 哪有做什麼好事 我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要說大好事 就是念佛了 那現在50年都過去了 韓居士都已經70多歲了 最近去檢查他兩個型的腎臟還是很正常 身體還是好好的 這是他分享的照片 他就是來到我們的道場 分享他的經歷 其實沒有知道他腎臟長出來之前 從他之前受傷這麼嚴重 還能夠重新變成跟正常人一樣 工作做事 這件事情就讓他附近的鄰居對念佛產生好感 現在這樣子都不可思議 所以他住的地方 就很多人念佛 常常有事無事 就請他來幫忙一下 韓居士也是一律念佛引導 像有一次 有一位老鄰居 70多歲的老媽媽 就是得到肝癌晚期 躺在床上 完全不能講話 肚子也腫到很大 很辛苦 這位也是被醫生放棄治療了 就是沒有救了 韓居士就帶著他老媽媽的家人給他念佛 能不能好 並不知道 那如果不能好 就念佛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他們就是這樣子的心態念佛而已 就到了第三天 沒有想到 老媽媽竟然可以開口講話了 還能夠吃東西了 大家輪流念佛給老媽媽 不能念的時候 開始念佛機 全天佛號陪著老媽媽就是 就這樣到了第十天 更沒有想到 老媽媽竟然肝癌 肚子腫脹的消失了 可以下床了 後來可以下地 種田了 老媽媽從此也開始念佛了 沒有想到 就這樣子念佛 就念到94歲 70歲 肝癌晚期被醫生判死刑 因為念佛痊癒 而且延寿24年 所以這個怎麼能夠講呢? 只能說阿彌陀佛慈悲 不可辭意了 最後這位老媽媽往生前三天 就告訴他兒子說 我要到極樂世界去了 結果三天後 真的往生了 癌症晚期念佛病好遇之時 自往生淨土 圓滿的一生 這就是韓居士鄰居所遇到的 所以他都是隨時隨地拿著我們的書 確認講念佛 所以各位 佛宗之阿彌陀佛的名號 南無阿彌陀佛是萬德侯名 真的不騙人啊 什麼功德?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全部都包裹 韓居士生病 老媽媽癌症 最後可以往生淨土 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成就的 要不然當時他們能夠做什麼呢? 韓居士一開始痛到哇哇叫的 老媽媽癌症折磨到肚子腫脹 連話都講不出來 但是就是念佛得到利益 就一句佛號 當時他們確實也只能念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但是都得度了 所以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真的是萬德侯名 你一念這句主一切 是不可思議的佛號來的 跟普通人的名是不一樣的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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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 共同的歸宿